莎莎场上有八百的新颜子 场下有八百斤的力气 自己打下的江山自己扛 2019世界杯女团颁奖一世上 除了颁发金牌 还为女团准备了大名 此刻的莎莎还看向刘诗文 内心暗喜心想看这么大 看你怎么拿 没想到看热闹看到自己手里 颁奖嘉宾直接将她交到莎莎手中 莎莎咬着牙笑着接过大名 可把一旁的丁宁和刘诗文笑坏了 原来小丑竟是我自己 下次站位莎莎留了个新颜子 想着不站中间不就不是我拿了吗 命运闹人换了三个位置 这大米专挑莎莎拿 一脸无奈的表情简直不要太可爱 成都国际拼联混合团体世界杯 颁奖典礼上人手一只熊猫玩偶 莎莎拿在手里玩个不停 看到巨大奖杯更是躲避三分 站在后排的李笋爷爷 一个劲的巴拉莎莎捧杯 最后直接一把夺走玩偶 无奈之下莎莎只能和小胖一起举杯 莎莎 我好想逃却逃不掉 小胖 我真是太难了 右边防着莎莎扔奖杯 左边防着大头刀人的眼神 刘胖啥都想给莎莎 可莎莎啥都不想拿 莎莎究竟有多不爱拿奖杯 深圳拼超联赛看到要举棋子 赶紧示意给其他人 以为自己躲过一截很开心 结果下一秒就看到奖杯来了 疯狂暗示身边的人分给他一点棋子 直到看到奖杯交入其他人手中 悬着的心裁彻底放下 赛后和小胖一起采访 小胖拿着奖杯走了 而莎莎转身就走奖杯也不拿 甚至宁愿顺走一瓶水都不愿拿 混双夺冠后promise的奖杯 让莎莎怎么也塞不进去 装好后直接潇洒一句 抱走吧 莎莎 我可以拿冠军 但不要让我拿奖牌 是拼锦标赛混双颁奖仪式上 原本莎莎大头一起举奖杯 奈何莎莎嫌弃奖杯太重 进一步步偷偷松手 让大头独自承受 感受到重量的大头一脸惊讶 看来换手只是个幌子 实际就是不想出力 大头能这么办只能闯着 德邦士拼赛结束 白手指挥秋娇练过来 举着奖杯合影楼面 一拍完照莎莎直接松手走人 莎莎 奖杯是举不了一点 不过有点奖杯是珍重 莎莎就连换个姿势都吃力 可平常不想拿奖杯的八百的新颜子 也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如此机灵的魅宝 真想把她揣进兜里 咱就是说国兵喜剧人真不是吹的 究竟什么时候可以实现一户一杀